你知道下期也能拯救世界吗 在这个人类与异世界生物更存的世界中 异世界的大人物阿卢尔艾尔摆下了妖魔战旗 只要能赢过它便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不管是核武器还是世界本人的秘密 它都能满足你 最近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种 明为天使开架的违禁品 导致世界大乱 莱普拉众人倾尽全力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于是克罗斯非得找阿卢尔艾尔下棋 只要赢下就能获得想要的情报 就在他来到目的地时 突然发现骑神乌鲁杰克居然也出现在了这里 作为世界顶级象棋大师 他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赢下棋局 为自己的国家获得绝对武器 知道对方不会放弃 克罗斯送出了冲告 对于克罗斯的提议 骑神不以为意 还在对决时额外提出要求 要把外面的克罗斯灭口 接着棋局开始 凭借卓越的计算能力 乌鲁杰克领先一步 可要求战旗 并不是谁领先就一定能赢 在旗鼓相当的时候 没领先一步 就会多出一个棋盘 需要的计算量也会大幅增加 因此 妖兽战棋不仅是棋力的较量 也是意志力的比拼 并且阿罗尔埃尔是当时最强的棋手 哭了这个游戏研究了1200年 乌鲁杰克要赢下这局 只有和他下满10个小时这一个选择 但这又谈何容易 最终乌鲁杰克在还差两分钟的时候 败下生来 按照赌局 输的人也要教出接下来的人生 关键时刻 克罗斯站了出来 这次他要通过赌局 在自己愿望的基础上 赢回污鲁杰克的命 因此 棋局也被延传到了 惊人的99个小时 要知道 当代棋盛只坚挺了10个小时不到 而克罗斯要面对的是他10倍的时长 要坚持下来 坚持比登天还难 其实有些不解 为什么明知这是不可能引下的棋局 克罗斯还要这么拼命 一旁的KK挺了 大喊一笑 这就是克罗斯 莱布拉最强的领袖 不管面对怎样的危险 他都会用野兽般的生命力 迎下战斗 迎下一切 5个小时 10个小时 30个小时 妖兽战区的棋盘 已经多达数十个 克罗斯已失去了高光 鲜血洪流 KK等待的燕蒂 已经布满了房间 但克罗斯还是没有放弃 阿罗埃尔好奇地询问克罗斯 为什么要为了弱小的他人 如此奉陷自己 特别是刚才的棋盛 还强调了他的命 终于克罗斯坚持了下来 他不仅拿到了天使开架的情报 也迎下了乌鲁杰克的后半身 回去的路上 KK带着扣枪 向同伴们传送 克罗斯拼尽全力换来的情报 任务成功结束 众人会聚在一起 没人知道 克罗斯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但也没人在意 因为他们相信 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 他们的老大绝对不会输 而他们就要完美地完成任务就好 一切皆有可能 这像雷欧会在医院里 遇到可爱的女孩子 就这样 在无人知道的角落里 雷欧与小白成为了朋友